每天英語新聞導讀,分兩部分 首先,將簡選出來的新聞簡單講述一次 交代背景、事證經過等等 然後抽出一、兩項遲早或者遲回 變為英文的說法 也會解釋造句和應用的方法 今次選的新聞是在The Strikes Times 新加坡《海峽時報》7月19日的報導 下面說明文有文章的連結 報導指有示威者7月1日遊行之後 闖入立法會大樓並破壞裏面的設施 當中有幾十人列去台灣,尋求政治庇護 而在外訪的台灣總統蔡英文回應說 相信有關的單位掌握情況 都來自香港的朋友會基於人道做處理 台灣的陸委會表示 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保障人權 是各界的一個立場 香港居民來到台灣 因為政治因素 以至安全和自由有緊急的危害 都會得到協助 政治庇護的英文是Political Asylum 是一個名詞詞組 Nounth race 有兩組常用的collocation 分別是尋求庇護 Seek Asylum 和給予庇護 Grant Asylum 出於人道主義理由 英文是 On Humanitarian Grants 是一個副詞詞組 Advert race 亦都可以說是 Based on Humanitarian Concerns 在新聞裏面有這些句子 台灣總統蔡英文表示 她的政府將考慮根據人道主義理由 被香港抗爭者庇護 留意在Consider這個verb之後 要用Turrent I-N-T form Granting 和在Grant和Asylum中間 是可以多一個 賓語object的 我們用這兩個phrases 作些句子 香港是一個富裕的地方 如果簽署了難民公約 很多人就會湧入香港 尋求政治庇護 Hong Kong is an affluent place Signing the Refugee Convention will open the door for an influx of political asylum seekers 找到歐盟一個國家 而且得到政治庇護 They moved to a countr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will grant a political asylum there 政府當局 應該莫視難民 在香港尋求庇護的基本權利 The fundamental right of refugees to seek asylum in Hong Kong should not be ignored by HKSAR 國家在人道主義基礎上 找向這些人去得了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the state allows these people to travel abroad to receive treatment 受害者要求出人道主義理由 予以釋放 the victims asked for release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將連結 在下面說明文 大家有興趣 可以詳細再看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電郵給我 喜歡這條片的話 要讚和分享 不想錯過我任何的短片 要訂閱和按鈴鐺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出發 出發